好 主播带你来看这游览车火烧车意外 让大家又再一次的来注重这个所有的逃生安全 可以看到呢 在家里就有里长是找来了游览车司机 来教大家如何紧急逃生 第一个就是看看这个紧急逃生出口门到底要如何打开 不过有可能这紧急出口门呢 可能被这个堵住的话 那其他的逃生方式又是如何 同时也有里长拜托了这个游览车司机教教大家 我们来看这个教学的情况 上来的这边两个 还有一次在哪里 一次在司机驾驶座旁边 好 可以听到游览车司机就说 一上车最好赶快看看这个车窗的急迫器到底放在哪里 其实主要呢 这有三个车窗的急迫器 会有两个是在靠近车门的后半段 另外会有一个是在游览车驾驶的旁边 总共呢 车上要有三个车窗急迫器 这是一上车 民众就应该要先检查有没有这项东西 再来呢 如果真的发生意外的时候 赶快拿起这车窗急迫器 就往四个点最脆弱的地方先敲击之后 让窗户有了裂痕紧急将玻璃往外打 这时候就让自己多了一线的逃生机会 其实里长会录这样的一个影片 就希望大家呢 能够平常就做好这样的逃生训练 因为呢 在真正意外发生的时候 靠的都是本能的反应 所以平常的训练就非常重要了 以上收音掌握的详细情形